IT之家,11月28日消息根据外媒报道, 美国数字媒体测量软件和分析独立供应商Double Verify TV今天宣布发现了专门针对联网电视ZTV设备的新僵尸网络, 据介绍ZTV设备的流量激增40%之后,DV发现了该僵尸网络, 为了生成欺诈性展示,僵尸网络起批了真正的发布上网址, 发动错误信号,告诉广告服务器,该展示来自ZTV设备, DV还审查了这种欺诈行为的RTTV设备的类型, 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,好像来自游戏机,其余三分之二来自智能电视。 Double Verify的首席执行官Wayne Gattinella说, 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,因为欺诈网网跟金钱挂钩。 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,大约50%的互联网用户, 每周至少访问一次在线视频订阅服务或网络电视应用, ZTV广告量和ZTV广告欺诈的机会,随着用户采用而增长。 我们不断对环境线索和硬件进行独立检查, 以验证信号的真实性,并识别出伪造的差异。 People Verify欺诈实验室负责人Roy Rosenfeld说, DV将继续保持在欺诈识别的最前沿, 为广告商提供清晰度和对数字投资的信息。 JSJ JS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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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